陈凯哥身体状况堪忧 水门桥之后还能再拍几部作品 最近有媒体晒出了陈凯哥参加电影发布会的视频 陈凯哥的身体状况却引起了不少粉丝的担忧 估计也是宁大了怕冷 穿的多了身材也格外臃肿 头顶也凸了一大块 而当他起身或者坐下的时候 更是需要旁边的人搀扶才行 坐下来的时候更是需要双手紧紧扶着椅子把手才行 似乎对于他来说坐下已经十分困难了 好在一旁的演员即使将陈凯哥扶住 这才发现原来陈凯哥已经69岁了 最近陈凯哥出现在大众面前的时候 都是一副需要人搀扶的样子 上一次陈凯哥被拍到和妻子陈红出行的时候 也是全程都靠着妻子陈红搀扶 其他使见陈凯哥被拍到的时候 也是一副走路摇摇晃晃的样子 需要旁边助理的搀扶才行 不知道陈凯哥还有没有精力拍出下一部大片 长青湖爆火 水门桥叙事待发 可惜的是第一部长青湖就是陈凯哥 徐克 林超贤三人折腾 水门桥更是大部分都是由徐克导演完成 不知道是不是因为陈凯哥的身体状况 已经不足以支撑他独立完成一部电影的拍摄 最近几年演员大多喜欢转行当导演 不知道是不是因为无情看了先例 战狼的成功让不好开始纷纷效仿 贾玲的导演处女作 你好李幻英直接爆红 或许因为有这样的新一批导演的存在 让不少观众觉得导演是一个谁都可以胜任的工作 也许是因为有了吴京 贾玲这样的亲近导演 所以才让老派导演压力倍增 像以前的贺岁档 春节档都是冯小刚的天下 如今春节档的贺岁档倒是几乎没有冯小刚的名字了 张艺谋倒是有新片狙击手上映 但是在一众春节档中好像也没有太大优势 不过如此一来 就算陈凯哥他们已经没有精力在拍电影 倒也不用担心后续无人了 关于此人大家有什么看法呢 为什么很多老派导演还干不过吴京 贾玲这样的新人导演呢 欢迎大家在评论区留言讨论